大家好,我接下來會公佈第二次專屬直播日子時間 至於今個月Patreon第一次的專屬直播就是關於世界杯前瞻 大家可以去Patreon重溫 終於非常確定普巴會回歸祖人達斯 雖然最近我們都知道只有祖人達斯一間球會對他有興趣 他也是回歸祖人達斯 當然就是免費轉匯,但說到免費轉匯就容許我怎麼都要說這件事 萬聯本來是可以在普班身上收回1.2億英鎊轉匯費 在疫情之前是可以將他放給皇馬 但前CEO活華特就當他無價之寶 無條件拒絕皇馬任何的報價 才會搞到今時今日萬聯人才兩失 所以用最宏觀的方法來看 最大責任當然就是萬聯當時的董事局 不過我今天會用更加微觀更多角度的方式 和大家回顧和總結普巴在萬聯的這段故事 最近最赤手可熱的一件事 當然是普巴剛剛推出了他的紀錄片 其實近年越來越多職業足球員 是推出自己的紀錄片 都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以前不流行拍紀錄片 就是出自轉 不過通常都是退休才出 以嚴重踢的期間都出自轉 紀錄片那些一定是話題十足的球星 幾十年前有碧咸 上年有尼瑪 今年有普巴 市場有需求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不過最近普巴的這部紀錄片 在IMDB的投票積分 只剩一分的評價 大家要留意 觀眾在IMDB評分 最低只剩一分 也就是說 這部紀錄片獲得一分 絕大部分人都是給最低分 給最低分 通常都是情緒發洩 要情緒發洩通常都是萬聯球迷 所以都可以肯定 就是絕大部分來給分的都是萬聯球迷 但是都能夠理解 萬聯球迷為何要這麼生氣 因為這部紀錄片根本不是幫普巴包裝 反而不停是試圖引發爭議性的話題出來 例如是捕下這個收視 捕下這個點擊 這樣對於普巴來說其實是不利的 尼瑪之前那部紀錄片 雖然都有講些負面爭議性的東西 但總括而言 整部都在幫尼瑪洗白 幫尼瑪包裝 但普巴這部紀錄片 首先就是故意選擇在普巴離開萬聯的時候公映 在萬聯球迷情緒最高漲的時候 播出普巴怎樣對於萬聯是不滿 怎樣對於萬聯給他的新合約不滿 還說到要在新球會那裡 證明萬聯是有多錯的說 這些東西連尼瑪都不夠淡 尼瑪那部紀錄片說他離開巴塞 他都不是說要證明巴塞錯 最多是說他想做大佬 但是普巴說到這麼露骨 其實就是對於他來講 對於他的image來講都是相當不利的 正常來講 影片到這樣的地步 普巴或者他的經理人團隊 應該要在段片 紀錄片公映之前看一次 覺得不滿意的話 覺得太過災難性的話 應該要求導演 他們重新剪接 但都照樣公映了出來 也就是說普巴的而且確 是想外界知道他對於萬聯有多不滿 再收了那378萬的英鎊終成搶金 當然就會搞到絕大部分的萬聯球迷都很生氣 也都鎖定了他是竊物者 也都鎖定了他是這幾年破壞根衣室士氣的主要元兇 這樣反而都阻礙了他和新球會談合約 稍為聰明一點的老闆 都不喜歡請一個不停罵前度公司的員工 因為他離開公司的時候 既然可以這樣罵 也就是說他來到你這間公司的時候 都可以這樣罵你這間公司 那解釋了為什麼本來對他極度有興趣的王馬 突然之間都說沒有興趣了 巴黎都打退堂股 只剩下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和普巴有過成功經驗 容易一些談到的 感情分 但是都要普巴降薪了 現在普巴被報導出來 在祖雲達斯的年薪 是低過萬聯當初和他想著續約的報價 所以在談新合約的時候 這樣出一段紀錄片 的確是有點愚蠢 是諸隊友的行為 當然如果他當初選擇去曼城的話 人工是會高一點的 即使高不過迪布尼和夏蘭達 但是都會高過現在祖雲達斯的條件 但是為什麼他都不去曼城呢 是不是因為他始終都不想做 反骨仔當中的反骨仔 起碼都有些人性 起碼都好來好去呢 看回紀錄片的表現 我就認為他不是想跟曼聯好來好去 他是想證明曼聯錯的 照計去曼城是最好的方法 每一季起碼對曼聯兩次 贏多曼聯兩三次未證實到 所以我認為他不去曼城 不是因為想顧存好來好去 是因為他考慮安全 他之前在曼特斯特都被爆過格 後來對有麥加雅都試過被人用炸彈恐嚇 他都知道如果他去曼城的話 就不是炸彈那麼簡單 他作為爸爸考慮到家人、家人的安全 都可以理解 至於當初曼城為什麼會對他有興趣呢 一是就是曼城嘗試看看普巴 是否真的想用這種方法去激怒曼聯 從而曼城打算輸了斯朗那一仗 就贏回普巴這一仗 另外有可能是哥迪奧娜有信心開到普巴竅 教竅他怎樣打單一防守中場 又或者哥迪奧娜醒目到找普巴打前鋒 當時夏蘭特還未加盟 或者真的打算普巴打前鋒 我之前跟大家詳細解釋過 普巴整個身形、天分全部都是前鋒的材料 有身形、有頭鋒、有入球能力 不喜歡防守 為什麼不打前鋒呢 最慘的是他青年梯隊的教練 竟然叫他轉打防守中場 他本來清分的時候 一開始打前鋒 是前鋒出身的球員 普巴 可能看中他的長距離連結的斬波天分技巧 所以轉型他打防守中場 叫他斬這些球員 但是這些青年隊的教練 就真的不夠遠見了 你看看現在哈里簡尼那些 走到中後場做過長距離連結助攻 尚未就是普巴的長距離反擊連結來 那誰說普巴打前鋒 就埋沒了長距離連結的天分 如果普巴一直打前鋒 他得到的批評一定是少些 至於由祖恩達斯轉換萬聯 普巴是否大退步呢 首先我帶大家看看這兩項數據 很有趣的 你會發現普巴這兩項數據是沒有退步的 在祖恩達斯每5.2場就會有一個入球 在萬聯每5.9場就有一個入球 不差得遠 在祖恩達斯每4.4場就有一個助攻 在萬聯每4.5場就有一個助攻 那就是說從入球和助攻數來說 平均值表面來看是看不到普巴有什麼退步 如果計算英超和二甲的水準 甚至你可以說普巴的入球和助攻能力 是有一點而進步 但是為什麼去到萬聯都不停被人罵呢 所以我就是要幫大家去破解一下這兩個數據 其實普巴一共效力了萬聯有6位 祖恩達斯就只是踢了4位 但是上陣比賽的次數就不相差得遠 也就是說普巴只是踢了萬聯55%的賽事 如果將入球和助攻數拆開來除去看 普巴在萬聯入球率、助攻率就遠低於祖恩達斯的時候 而且原來我們還要將萬聯6位分開成頭三季和尾三季來看 初三季普巴入了31球29個助攻 尾三季普巴只入了8球和18個助攻 即是表示他的入球和助攻是側重於頭三季 之後尾三季就大退步了 四個字就是講完普巴在萬聯的經歷了 斧頭蛇尾 斧頭蛇尾也確實是普巴的寫照來的 最能夠形容的就是剛剛那一季 英超第一場球對列斯聯普巴拿到四個助攻 但原來之後全季都只不過是拿到五個助攻 第一場球拿四個,之後全季只拿一個助攻 第一場球生龍活虎,但下半季完全失蹤 也就是反映了普巴的另一個特徵 表現是非常之不一致,極度不穩定的 當然啦,不斷都有人問回這條問題 為什麼在祖人達斯的時候普巴有多好 但是去到萬聯又不斷退步呢? 主要是有兩個角度的 因為英超不停放大普巴那些不小心的失誤 大局觀問題和表現不一致的這些弱點出來 其實這些問題在祖人達斯的時候都有發生過 但因為聯賽水準和聚焦度有不同 所以之前在爾甲就少了留意他這樣的事情 至於去到法國國家隊方面 其實最近法國為什麼會在歐洲國家盃被淘汰出局呢? 被瑞士淘汰呢? 完全是因為普巴的失誤和大局觀狹窄的影響 才會不停送控球權給對手而逆轉 所以在法國國家隊其實也是一樣 問題一直都存在 是看什麼時候爆炸的 尤其是法國由未是冠軍 再變成世界杯冠軍之後 大家對於普巴要求高了 那就越來越找到他的問題出來 越來越容易放大他的弱點出來 這就是最關鍵 就是球迷的expectation 他當初免費轉會去祖雲達斯的時候 大家對他其實沒有什麼expectation 也沒有怎樣看過他在世青杯的表現 所以對於他來說要求不高 變成他偶然有些好表現 他偶然用到一些天份 就很驚喜了 跟著我們就只會記住他的優點 世界紀錄轉會費開出來了萬聯 大家對於他就很高期望了 很高期望很高要求 他同樣都可以做到一些偶發性的天份 好表現出來 但是這樣就未夠了 因為要求高了 大家還要求這麼高轉會費的球員 表現得穩定些 表現得一致 以及不要有什麼特別的失誤 但是一直以來大局觀狹窄的問題存在著 這樣就暴露所有問題出來 大家看到了 今次回歸祖仁達斯 好處是免費 大家對他要求可能沒有那麼高 但是他出了名 小小事又會被放大 變成今次再踢祖仁達斯 其實是難過上一次 尤其是祖仁達斯已經少了世界級的中場球員 去幫他分擔 這個就是第二個觀點 普巴當初在祖仁達斯踢得舒服 是因為他後面有派路和維達爾 所以他可以傾向進攻 不需要太顧防守那邊 掩蓋了他防守弱點和不集中的問題 他根本就完全不需要在祖仁達斯的時候 踢中後場的核心責任 但是去到曼聯 他就要踢派路或者維達爾那個位 那就沒有人幫他掩蓋弱點 他還要自己做中後場的核心責任 以他的大局觀來說 是做不到的 所以即使他的長距離連結有天分 也好 但是他看不通戰局 他閱讀不通球賽 整體意識不夠 就表達不到他這份個人能力出來 這樣就做不到中後場的核心 而摩連盧當初以為他做到 這樣去買他回來 就算錯了數 再深入一點回顧普巴在曼聯的表現 可能是一言難盡的 但是呢 只要我再用多一個比喻就解釋完了 就是每一個女朋友或者老婆都很討厭自己男朋友或者老公 就是忽懶忽熱 有時是糖痴痘 有時是不理人的 每次有一段好表現之後呢 就會有一段不專心、懶惰的表現 摩連盧頭兩季密月期 那就玩小一點、專心一點、認真一點 但是一發現摩連盧那套戰術不適合現代強隊面對密集的方程式 那普巴就開始沒有心機了 那接著就開始玩東西了 要用貪玩的行為去無聲抗議 從而表達他對教練的不滿 那兩個就吵架了 普巴在球場上也是不專心和懶惰 而去到蘇斯一查一上任 一樣了 密月期又認真一點、玩小一點、專心一點 但是蘇斯一查的進步不明顯 普巴又開始沒有心機了 你會發現 當然,凡是球隊整體成績不好 他就很容易沒有心機 所以沒錯 雖然我經常都說 最大問題始終是教練 戰術落後、教練不夠級數或不進步 球員是很難發揮 但作為球員也有個底線 因為戰術問題而發揮不到 甚至失誤不重要 但去到懶惰、不防守、不在言 又真的不行 而普巴每一次面對逆境 他就很容易沒有心機 所以他逆境智商是極差的 而EQ都低了 法國國家隊對瑞士被人逆轉了 他就開始跟隊友吵架 所以不要說普巴回法國國家隊就不同了 其實是一樣的 變成普巴真的不適合踢英超 這些競爭性這麼大的聯賽 一定不能讓球隊長期順境 他要踢那些是拜仁、巴黎這些 或者近年的王馬 在聯賽是無敵的 永遠都順境才行 但祖倫達斯現在在EQ 已經不是當年那些絕對順境了 普巴這次回歸祖倫達斯 難度真的大過上一次 再加上球迷對他的期望值不同了 即使普巴沒有退步 或者沒有大進步也好 但是別人對於他的評價 都可以完全不同了 變成普巴這次回歸祖倫達斯 翻義甲 從十當年勇的機率就減低 他很可能會偶然有些很特殊的表現 但當祖倫達斯的成績不穩定 他又容易分心沒有心機 這些事是很大機會發生在第二季 即是2023至2024的時候 再加上普巴拿過世界杯冠軍之後 他已經覺得自己頂尖 沒什麼需要進步 但別人又不停要求他多些時候 其實永遠是不可以停的 一定要繼續進步下去 除非不是踢強隊的 只要一踢強隊 就有很多目光聚焦下來 那就是要有更好的心態 才可以不停進步 可惜普巴的氣是一個長不大的小朋友 除了疫境智商極差 EQ極低之外 他經常都是用貪玩的方法面對世事 還感染其他球員隊友 例如好兄弟的連加特 這種方式做職業球員 就真的有點奇怪 經常都貪玩的心態 應該是去做藝術家的 不是踢球的 我以前做電影行業的時候 就真的見不少這些不停都貪玩的人 總之一日未叫Action 在現場拍戲就玩餐飽 有時是一個遊樂場來的 有導演是這樣 有演員是這樣 有美術指導是這樣 就只有攝影師沒得玩 因為攝影師從頭到尾都這麼忙 但很有趣的地方 絕大部分長不大 但是貪玩小朋友的導演、演員、美術指導 都是成功電影人 因為玩藝術是講求靈感、創意的 你越貪玩越長不大 對世事越好奇 反而越容易有靈感、越容易有創意 有時有些腦氣骨更有趣 未埋位未Action的時候 有傾有講、譚笑風生 甚至是玩得更加瘋都可以 但一埋位一Action 就立刻可以入戲喊苦喊佛 一喊咳又會笑 這些才叫揮灑自如 只要你拍電影 做的前期工作是夠妥善充足 你知道去到現場要做些什麼 你去到拍的時候 就容許有其他的衝擊 去提供一個驚喜的機會 但是踢球又不同 踢球的比賽當中 不是90分鐘都需要驚喜 基本上絕大部分的時間都需要穩定 只是需要幾秒鐘驚喜 但是普巴踢球的時候 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想著尋找驚喜 嘗試用貪玩的方法去試圖驚喜大家 當然就是容易些失誤 例如踩球的球 握著對手在搞很久的那些 做電影玩藝術的人 通常逆境智商都不行 所以古今中外 很多藝術家都依賴毒品 但是你做電影玩藝術 逆境的時候 大部分時間都開不了工 那你開不了工 即是觀眾看不到你犯錯 看不到你弱點 不過職業足球員就不同 不停都要踢比賽 那你稍為逆境智商低 就是不行的了 很容易就暴露了問題 犯錯 失誤給觀眾看到了 那變成普巴其實真的不應該做足球員 他應該去搞藝術 搞藝術就掩蓋了普巴的弱點 就放大了普巴的優點回來 藝術家才需要這麼多發型 所以很明顯的了 普巴是用著娛樂圈的方法來踢球的 那不如直接入娛樂圈好過吧 他異故經理人一直都在栽培他成為一個明星 多過一個球員 拉奧拿最喜歡就是搞普巴轉會 每次搞轉會都好像搞演唱會 開龍獎什麼東西都唱出來 這樣捧一個明星就成功機會大 但是這樣捧一個球員 就不夠專心踢球了 更加難就是妥善地管理私生活 當初費格遜第一次放走普巴 就是免費放走普巴的時候 都是因為覺得他當時的經理人 拉奧拿太過囂張 這個是根據普巴最近的紀錄片所得 再加上之前費格遜所出的自傳去獲得證實 看完紀錄片再看回費格遜自傳 你發現是通了 真是吻合的 那就是當時費格遜根本是有比合約普巴的 但是第一次見經理人拉奧拿的時候 拉奧拿的表現就是告訴費格遜 甚至他不喜歡費格遜的強權領導 所以才談不完 變成免費去祖人達斯 也就是說費格遜當初是有心有力的時候 曾經是希望教好普巴 普巴本來有機會被費格遜教 可能教好他 可惜了 經理人就令到普巴沒有了這個福氣 去到普巴回歸曼聯的時候 費格遜都已經不是領隊 年紀都大了 再加上曼聯之前的CEO活華達 就只是看商業份上 更加就不會管得好普巴 就變成沒有人管他 普巴在曼聯就更加隨心所欲 所以或者都解釋了為什麼拿完世界盃之後 普巴的體重是越來越重的 動作越來越笨絕的 防守效率越來越低的 還越來越容易犯錯 越來越容易受傷 所以除了我之前說普巴踢球 是踢錯位之外 他亦都入錯行 我更加期待他掛虛之後 會不會真的入娛樂圈 不是拍紀錄片 是做個演員 或者動篤笑 或者唱rap 這樣他就無所謂了 亂吃東西 亂肥都可以 不用每次都要學Tom Cruise 拍Top Gun 36年都沒有肥過 電影圈 為了唱歌 不需要太瘦 亦都需要肥的演員 總而言之 普巴一加入娛樂圈 他真正的事業 真正的人生 才是開始的 對我來說普巴 根本還未找到真正屬於他的地方 只不過29歲掛香不踢球 就好像有點難看 所以踢多幾年 回歸祖倫達斯 搞多一陣 很可能他今次踢祖倫達斯 都會有不少時間受傷 祖倫達斯很可能 很多時候都要養著他 然後他又可以大把時間 用養傷的期間 在意大利專心做KOL 做明星 不過雖然我說普巴踢足球 是入錯行 但是他踢了這一段足球 亦都有點意義 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對他來說有什麼幫助 說他踢足球 踢到他的印象很差 對人的印象那麼差 他後來做明星行不行 我會告訴大家 之後應該要怎樣做 不過這裡就留待Patreon片尾彩蛋 繼續跟大家說下去 記得多點Like 我的影片才被推送 我頻道才增長 多謝 謝謝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瓶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 拜拜